Therky, 你不是學過做蛋糕嗎? 學過一下吧 師傅教你發蛋白時 一定要同一個方向發? 是 否則你亂發, 又說如何打破組織 又說發不起 是的 你有試過不聽師傅說, 亂發嗎? 沒有, 師傅說這樣發, 我跟著這樣發 真是多虧你那麼聽話, 學生嗎? 是的 今天我想做一個比較反叛的示範 我們前面也有三顆蛋白, 是嗎? 你依照師傅的方法, 順著發 我是亂發, 看看效果會如何 我也想知道, 不如試試吧 好, 開始吧 我看是否真的亂發就發不成 好 好 好 你怎麼這麼快? 我也說了 你這麼快才會快, 對吧 來吧 發完 好 完成 我們一起來看看結果 Jacky用順時針的方向來打 蛋白是否很挺身呢? 當然可以了, 你看 你的腰還挺得住 真的嗎? 反轉了 很壞 對 有辦法 對, 那我反叛的方法 不斷亂發, 又可以與不可以呢? 真的, 還挺過你的腰 對 保斷了 正所謂, 大家也看到, 順一個方向也好 反叛的方法也好 其實也可以成功發生蛋白 對, 你知道有時我們的廚房法則都是大客人 對, 也是 又不用那麼輕而順 對 盲拳打死老師傅 對, 老師傅 老師傅, 你好 極受東南沿海人喜愛 Jacky 是 剛才你又有贏我 你煮甚麼贏我 沒錯, 就是這個蠔 南氏一蜜 配上這個姓路, 包你越吃越厲害 人家說生蠔厲害 你是金蠔來的, 師傅 金蠔而已, 比你的生蠔還貴 吃完你就厲害了 你才好說 當然 好, 首先, 材料我先煮了高湯 高湯是日式高湯 有昆布, 魚乾 魚乾去到日式超市 有很多不同的魚乾 即是甚麼都可以 對, 這個是沙甸魚的魚乾 通常日式的高湯都是昆布魚乾 但我比較貴 加了幾粒瑤柱 對, 還有這個冬菇 更加濃一點, 香一點 魚仔洗乾淨, 清乾水 先放進去 魚乾也不少 對 昆布, 你拍一下就可以 你這些表面的結晶體 千萬不要抹掉 這是鹽嗎? 是鹽結晶 是鮮味的精華 那個噴麥 對… 我隨便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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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但我不浸, 因為那些不太厚 直接放進去 直接放進去 那, 搖柱, 連著浸搖柱的水 冬菇, 當然是洗乾淨 連著浸冬菇的水 然後總共這些水加起來 大約兩滴左右 對, 要煮很久嗎? 大火煮一多小時, 半小時左右就足夠了 這些全部不是骨頭 有很多味道… 很快出味 大火煮後, 煮一半小時左右 蠔洗乾淨 然後去掉群邊的殼殼 我全部去掉 好, 水滾後 蒸10分鐘, 蒸熟 蒸熟了? 對 你看, 我們要醃一醃 10分鐘 對 Wicky, 趁兩樣東西都煮的時候 不如我們嘗嘗聖露的味道吧 我不太多了, 我還要用的 這個質地挺有趣 好像打了蜆一樣 對 你早說了, 大佬 怎麼了 你說鹹的, 我想大家… 我都說是蠔油的朋友 那當然是比較合格的 有挺鮮的味道 對 你別說 而且它挺有聖子的味道 對 好像曬乾了的聖子煮水的味道 對, 它是蒸了聖子的水去提煉的 它挺好吃的, 為甚麼香港沒有人用 對, 少用 香港人多喜歡用蠔油 對… 但我覺得它的味道, 我喜歡它多一點 對, 鮮一點 對, 真實一點 真實一點, 沒錯 蠔油的口感很甜 對 慢慢甜點 但這個味道很真實 對 如果想買的話 其實我不知道香港的店舖能否買到 是 但在九龍能否買到 是嗎 上網可以買到的 上網可以 好了 這個金蠔 哇… 哇… 先把它放進去 是 看到的香噴噴嗎 好了, 湯就煮好了 哇… 這只保證一起歌 要把湯清澈一點 用這個把它割起來 就是 麻煩你替我倒下來 倒下來 是, 是 很好 隔下去 Safe 如果湯清新一點 隔一下 好 攤冷之後 加入青酒和杏路 就可以將蠔油醃 那要醃多久 我们只需六至八小時 這 biraz Consider 如果喜愛它更濃 就醃熱一點 是 來吧 Vicky,試試這個極品金蠔 好 剛才你說這個很厲害 對,吃魚很強壯 對,吃魚很強壯 可以嗎 純味道出發 是 這是我長這麼大兒子 吃過最好吃的金蠔 是 但我嫌它冷而已 是嗎 對,但它… 已經冰震了 蠔這樣冷吃,感覺好像… 我吃生蠔,突然有這種味道 就不習慣了 但這個味道真的不是開玩笑 對,金蠔本身已經很鮮味 加上海鮮湯和聖露 金蠔是先上加鮮,雙重的鮮味 而且還有,我們自從接觸金蠔 就已經做到破壞了 一定是那些什麼… 煎… 煎… 拿我狗命,我最怕吃甜食 每個人都做到甜品 我這麼快想吃甜品 你現在上金蠔 但這個很好吃… 謝謝… 你給的甜品是那種鮮味的甜品 對… 不是糖的甜品 對… 鮮甜的甜品 對… 這個真的很高 不得之厲害 對… 就是這樣 Jacky,今天我和你也試過 用我們從未試用過的食材 來做新的食材 是 也算成功了 對… 所以有時候讀新食譜 就像追女兒一樣 是 要膽大、深細、臉皮厚 像我一樣 不要這樣說 我不用的 所以你就追不上女兒了 真的… 我年輕的時候 那些女孩子追我的 你年輕的時候嘛 為你的青春乾杯吧 乾杯 誓她的青春乾杯 我告訴你 看她的意思